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好听的 是过来看看我们 其实就是过来好好教育我如何做一个好媳妇 刚开始她指责我饭菜做的不好吃 说把她儿子都饿瘦了 我心里暗想 现在在年头有个会做饭的媳妇已经很不错了 再说了 我老公一直夸我手艺好 爱吃我做的饭菜 你再看看我老公毕业照片和她现在她本人 我说她胖了二十斤 也不为过 虽然我心里这样想 但是嘴声还是客客气气的说 妈 我再好好学做饭 我不想因为我和婆婆关系不好 让老公受假扮气 老公也每次在婆婆面前帮我说话 婆婆所厚 老公就会安慰我 帮我消气 所以 我为了我和老公的幸福 我可以忍受婆婆的物理取闹 直到前不久 婆婆不知道听谁说 我给我妈买了一个镯子 给我老爸买了一些名贵的茶叶 婆婆就怒冲冲的来到我家 你怎么又乱花钱了 妈 你说啥呢 我最近可没有买啥包包 我连最喜欢的口红也没有买 咋叫乱花钱呢 我一脸疑惑的问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 我知道你给你妈他们买东西了 婆婆插着腰说 你说这事啊 我是给他们买东西了 这不中秋节吗 我孝敬他们怎么是乱花钱了呢 我笑着说 你都是嫁到我家的人了 怎么还给他们花钱 婆婆还拉着脸说 妈 我嫁到你家了 但是他们也是我爸妈呀 再说了 我们不也是会给他们买了东西吗 而且花的钱也不少啊 我解释道 你给我们花钱的是应该的 毕竟那是我儿子的钱 婆婆竟然说出这种话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我也是靠自己在赚钱 我一个月八千块钱难道还不能孝敬我爸妈 我也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我才不管这些 我就是不准许你给他们买东西 婆婆说不过火 只好耍赖说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不让我孝敬我爸妈 那我也不客气了 你这逼我不孝敬你呢 你要是以后老了病了 我们也不照顾 我们呀 也不去看望您 您就孤独终老吧 我拍着桌子气愤地说 你 你想气死我 婆婆指着我 话还没有说完 就呼吸紧促倒在地上 我和老公赶紧送她去医院 老公虽然觉得我最后说话有点过分 但是先是婆婆没有理在先 所以老公也没有责怪我 我也只是想教训一下婆婆 但没有把握住说话的力度 把她气病了 但是我对于她不让我孝敬我爸妈的行为 我无法妥协 但我还是会像对待我自己爸妈那样去照顾她 不管她怎样无理取闹 毕竟是我老公的妈妈 毕竟也是我的婆婆 孝敬她们是我的职责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走入山燃 大家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